我们是在第二期加水之前 我们点击这个设置 然后点击这里有一个加液设置 进来到这个加液设置的地步 我们现在开始这个启动 倒计时有30秒 我们现在开始第二 现在是开始加 等它运行 然后现在是没有加水 我们要等这个手柄 等这个水泵运行的时候 是把水抽到这个手柄里面去 等它快点 等到它界面会有提示 倒计时完了 倒计时可以加水 好 这个倒计时一次完成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第二次加水了 第二次加水需要点击倒计时吗 好 第二次加水的话 先沾满之后 然后就可以了 你第一次加到什么 我 你现在在加的时候 我要不要点击 不要 不要 你不用 不要 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 你看我们这里的水箱 你看这里的水箱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里面的水箱应该是没有 那就可以关到里面 看到了 好 我们现在开始第二次加水 第二次加水也不用启动到处 其实就加到满了一遍 这个大半头都快加完了 第二次加满水之后 这个水已经溢出来了 这个水已经加满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漏斗和这个管子 拔下来就可以正常操作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正常轻动 这时候可以正常启动 也已经没有报警了 这么一水已经加满了